網路有很大不同的感受嗎 還是跟過去的心情有什麼比較不一樣 其實沒有特別的感受 因為還是照往常所行的一樣拍戲 然後就我還是住在我原來的地方 因為我還沒搬家 因為都是先忙工作 因為剛進組有很多事情還沒有落定 所以就要先去忙工作的事情 反正婚都結了嘛 然後慢慢來一步一步慢慢來 那未來的目前的計劃 一步慢慢來有可能就是會一起搬出來 兩方的兩人一起住還不錯 然後未來有考慮說在一起度個蜜月嗎 可能在國內 住是一定會住在一起的 夫妻本來就應該要住在一起 那度蜜月的話本來是很想要出國啦 而且很想要回馬來西亞一趟 那但是因為疫情的問題所以就暫緩 但已經有在籌備家族小孩 就是我們小孩子們家族旅遊 已經在籌備了就希望 雖然沒有辦法去瑞士 但可以去瑞芳 就是 先玩台灣 先玩台灣啊 因為台灣也很多很棒的地方 對啊我們可以去 反正現在大家報復性的旅遊嘛 對啊但我們就等大家報復完之後 我們再慢慢去玩這樣 上禮拜的時候登記節目 其實前一天你們當時有去上節目 然後隔天就立刻就 就請問 是 是早是反而就預定好 來說 完全沒有 突然間是怎麼樣的一個 轉列點來 決定一起重重去護身事務所 其實是早就有決定要登記了啦 但是因為都沒有確定的時間點 是我每天都有班 然後我們就講好說 隔天沒班我們就去 對所以其實 然後一直都沒有想要 就是對媒體們真的很不好意思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不想要模糊焦點 因為工作場合嘛 有其他的重點在 公益有公益的重點在 比如說有發表的重點在 重點不會是我們身上 對啊 所以不想要模糊焦點 所以才一再的打太極的方式 希望大家可以包涵這樣 那天上午的心情有沒有幫你講 就是有幾個 大概有幾位教友跟你們一起去 是 那天在登記的時候 你當下有覺得 我們真的要成為 要成為別人的這個派遣 那種感覺跟我們分享一下 還是非常平常心 非常平常心 因為我們教會每天都在跟我們講說 進入婚姻只是一個開始 不是一個什麼 呃 王子 王子與公主的浪漫故事 就 Happy Ending 不是 不是像我們看的卡通那樣 而是真正的兩個人磨合的開始 還有 就是他們 我們教會常常講說 婚姻不是愛情的墳墓 是你自己的墳墓 就是你要把自己捨掉 百分之0.5變0.5 然後兩個加起來才會是1 絕對不能再像當初的那個你一樣了 你要變成0.5 才可以辦法合一這樣 可以謝謝支持 嗯 然後 對當然很謝謝公司啊 就是 一路一路以來的支持 謝謝 民視 對啊 今天有一個報紙 忽然莫名其妙的 無中生有就變成獨家 我想說 哇原來 獨家就是無中生有就可以變獨家嗎 就希望可以 我覺得新聞還是有真實啊 不然觀眾很可憐 都被餵養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然後 那你覺得心情很好 對我現在心情非常好 而且 有事情做嘛 就像郭富城講的 我忙著進步 沒時間看你們的 沒時間理你們這樣 對啊 做問一下說 如果跟那個 先生啊 艾成啊 那些成功啊 或是說 像什麼是 會有點不一樣嗎 還是你覺得 其實你再次很久 都非常的 一如往常 還是會改變得比較 陳皓 會叫他老公這樣子嗎 目前沒有 都還是照 照以往的 一樣 然後 就 他有啦 就是他會整理家裡啊 就現在他變成像 家庭主婦的感覺 對啊 其實很好 就我們都還在適應 因為都是新的身份 然後都在學習 我覺得 這一輩子都學習不完啦 就慢慢 彼此包容 然後我覺得 就是 批評少一點 然後 稱讚多一點 我覺得會 就像他自己有說的 他說 婚姻就像橡皮筋嘛 當很緊繃的時候 你放我一點 你放一點 我放一點 彼此多讓步 我覺得這樣才是 走下去彼此最好的方式 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